哈喽大家好我是将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人性反思动画 月台上的女人 废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 又是一个宁静祥和的一天 可看似宁静祥和的世界里 每个男女老少的内心却并不平静 他们寂寞焦虑甚至是孤独 于是小恶魔便应运而生 这天列车呼啸的月台边 名叫小夫的男人在等候早班车 小夫呢是个银行职员 每天按部就班 可最近他却有了生活动力 很期待每个工作日的早晨 摇头晃脑找了好久 终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列车上小夫紧张的满头大汗 时不时的盯着身边浓眉大眼的美女看 原来啊小夫恋爱了 小夫的眼神渐渐猥琐 他幻想着列车突然颠簸摇摇晃 美女一个站不稳 亮亮起相 扑入自己怀中 沉浸歪歪中的小夫 差点兴奋的尖叫出声 突然列车真的晃动起来 慌乱中美女失手扑向小夫 梦想成真了 可奈何小夫的个头实在太矮 反倒是自己扑进了美女怀里 撞进美女胸膛软软的 小夫的脸红成了猴屁股 赶紧跟人家道歉 身后的小恶魔无嘴投笑 他看穿了小夫的心思 当面拆穿小夫 刚才是不是一直偷看人家美女来的 虽然小夫极力否认 还有心恼羞成怒 但小恶魔还是笑脸相迎 没别的意思 看小夫被美女迷的神魂颠倒 对小夫的执着很是感动 所以他想撮合撮合小夫和那位美女 话虽这么说 但小恶魔也不认识人家美女 突然要给自己当月老 这也太奇怪了 看对方不信任自己 小恶魔便递出了名片 帮别人填补内心的空虚 正是在下的工作 小夫你很幸运 今天这单给你免费 可惊喜之余呢 小夫还是非常担忧 因为小夫很自卑 觉得配不上人家 人家肯定不会理睬 我这个屌丝的 再说这种事 不应该是自己亲自表白比较好吗 小恶魔却不敢苟同 女性多多少少都会对陌生的追求者感兴趣的 而且你看看你自己 长得平平无奇 个子还不高 就连嘴巴那都笨得可以 自己去说岂不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让口才一流的我 去说服那个美女呢 可不想到小夫却生气了 他感觉受到了侮辱 自己明明很优秀 才不是个屌丝 哪有你说的这么垃圾 名片一扔 一气之下走开了 看来这小夫啊 是煮熟了的鸭子 就剩嘴硬了 小恶魔笑了笑也没强求 然而转眼刚到公司 小夫就不争气的后悔了 靠自己的条件亲自表白肯定没戏 自己呢又把小恶魔给得罪了 一个大美女就这么从眼前溜走 真是懊恼啊 突然李仪小姐对小夫说 有个贵宾在等他 决定先应付差事的小夫 发现来者竟然是小恶魔 他立刻跪倒在小恶魔面前 一边为刚才的冲动道歉 一边双眼含泪 憧憬的看着小恶魔 好在小恶魔也不是什么记仇的人 他决定这就去帮小夫牵线 让他放宽心 明天就能抱得美人归了 不管是真是假 既然小恶魔说免费帮自己 小夫自然是乐意的很 第二天小夫很是激动 他找到美女 想要跟人家开始正式交往 可美女呢 却理都没理 转身走开了 小夫立刻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他揪住小恶魔一领质问 你不是说肯定能成功吗 这怎么失败了呢 我看你就是在耍我 该不会是你背着我 偷偷和美女交往了吧 小恶魔笑了笑 准确说出了美女的名字 叫小美 工作单位 还有她的家庭住址 还说已经跟小美介绍过小夫了 她对你还挺有好感的呢 至于刚刚不理小夫 那是因为场面太尴尬 哪个女孩子会刚见面 就答应做女友呢 人家肯定会害羞的呀 并且再三的叮嘱小夫 小美是个单纯的女孩 你可得想好 别光看人家漂亮就想炮人家 最后闹得你俩都受到伤害 此时的小夫乐得合不拢腿 想都没想就发誓 肯定会对小美好的 最后呢 小恶魔说了句 小美今晚会去你家 找你吃烛光晚餐 便消失在了人群中 充实的一天过去了 下半后的小夫打扫完公寓 门领响了 开门一看 正是小美 小美带着礼物而来 果然是个内在美女孩 小夫紧张到不行 爽毛脚乱 端茶倒水 第一次见面呢 小夫磕磕巴巴 虽然自己没车没房 但肯定会对小美你好的 没想到对面小美直接问了句 那你想和我结婚吗 小夫立刻乐得满嘴开花 侃侃而谈起来 那当然想啊 还解释说 我不是严控 我只在乎内在美 你不知道 我在银行工作 每天接触好多人 所以当我看见你 那双眼眸的一刹呢 我就知道 你是个有内在的好女孩 一听这话 小美总算是放下戒备 脱去了外套 要把自己交给小夫 小夫象征性的遮了只眼睛 发现小美身材啊 非常的完美 而且摘下口罩的小美 更加的美丽 小夫已经不能自拔了 她大喊 我发誓一定要跟你结婚 绝对不会反悔 话都说到这份上 小美欣慰的说 你真是个好人 你别看我长得这么漂亮 其实啊 我整容失败了 你看到的都是假的五官 摘掉假的五官 这才是我真实的样子 不过还好 你不在意我的容貌 对吗 伴随着一声惨叫 楼下的小恶魔 哈哈大笑起来 这点小事 小夫应该是不会介意的吧 毕竟你爱的 可是他的内心呢